拼命掙脫往後退 還拿手機反搜診 你沒有玩你啊 押了押了押了 血帶補了 血帶補了 你還在補你 走開 四名員警立刻鋪上去 把人壓至上銬 而其實警察還是他自己叫來的 當時這名男子呢 就是到西門町的這棟大樓裡面的酒吧喝完酒 像傳統離開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手機不見了 認為被人給偷走 竟然在現場跟店員大吼大叫 最後他竟然先亂報案說 自己手機被偷之外 還被壓在地上打 他到他就對他的戀愛地上 都沒啦 都沒啦 都沒要動手 好啦 你先進步 都沒辦法動手 沒有 不是我啦 時間拉回警方剛抵達時 清晨五點多 36歲林姓男子 還指著戴帽子 男店員高分被狂罵 情緒不受痛 就怕打起來先把兩人分開 再帶他回到樓上酒吧 幫忙找手機 結果就在座位附近找到了 援警劝他說 店家也不計較 手機拿了就趕快離開吧 結果他疑似惱羞 開始暴怒 我們要自己處理 要處理什麼啦 要處理什麼啦 要處理什麼 你說什麼 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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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矛頭轉向警方 連標髒話跟不雅自演 從報案人變成妨害公務罪嫌犯 諷刺的是他從事保全工作 下班卻在別人地盤鬧事 明明手機拿了就能走 他卻選擇原地暴走 TVA新聞成人無恙 他有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